你们见过高达百米的大树吗 这可能是全球最奢华的9棵大树 曾经举办过6次世界小姐总决赛 而闻名世界 可是为什么网友戏称它为 中国最美烂尾楼 我身后的这里就是三亚美丽之冠 大树公馆 曾经的三亚地标建筑 它以钢筋为谷 玻璃为树叶 震撼双眼 位于海南三亚市凤凰路与新丰路的交汇处 这里有9座造型奇特的大树建筑 万分的引人注目 据说它是2013年竣工 由东北著名艺人投资100亿打造 现在看起来仍然不过时 大树公馆是集豪华酒店大型商场 文语中心为一体的超级酒店群 酒店由9棵高达百米大树形的高楼组成 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63万平方米左右 6668套客房 是世界上拥有客房数量最多的酒店群 还登上了世界吉尼斯之坠 它和传统的楼房截然不同 不仅有着树的外观和色彩 甚至树干和树叉都是唯妙唯肖 梧桐树与凤凰相融合的造型 更是诠释了凤凰来西非梧桐不漆的典故 表达着对世界各地游客的欢迎和祝福 在这里晴天你推开窗户便能远眺 椰风海韵水天一色 到了晚上建筑灯光 着衣亮起 九棵大树变成了流光一彩的金色梧桐 美不胜收 如此奇妙的中国建筑 它的命运却一波三折 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面竟然烂尾了 虽然烂尾了 但也成为了三亚著名的网红打卡点 后来由恒大接手 可谁也没想到 恒大也会爆雷 据说还有很多房子 还没卖出去呢 其中大部分改成了公寓和酒店 你知道这种外表独特造型奢华 地段极佳的房子 现在注意晚上需要多少钱吗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一晚上只需要几十块钱 是不是特别划算呢 关注小陈 下一期我带你们去看天涯海角 走